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我们借着今天的神圣斋戒 开始四十天回罪和补熟的生活 求你帮助我们以客气修身增加力量 与邪魔奋勇作战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月二仙之书 现在上主说 你们应全心归向我 尽时哭泣哀伤 因思念你们的心 而不是衣服 你们应归向上主 你们的天主 因为他宽能慈悲 恍于发怒 赋予慈爱 常懊悔降灾 谁知道 也许他会回心转意而后悔 在这场灾祸后 给你们留下祝福 使你们能向上主 你们的天主 献上数祭和奠祭 你们要在西庸 吹起号角 制定灾期 召开圣会 要召集民众 制定集会 召集老人 集合幼童 甚至吃来的婴儿 新郎应走出洞房 新娘应离开闺房 上主的仆人 司祭 要在圣殿门囊 和祭台之间痛哭说 上主 求你可怜你的子民 不要让你的金业 遭受污辱 使义民取笑他们 为什么烂人 在义民中说 你们的天主在哪里 上主再次度爱他的土地 联名了他的子民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犯了罪 天主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犯了罪 天主 你是仁慈的 求你怜悯我 你有丰厚的慈爱 求你消灭我的罪恶 求你洗净我的过犯 消除我的罪欠 天主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犯了罪 因为我认清了我的罪过 我的罪恶 藏在我的眼前 我得罪了你 唯独得罪了你 我在你面前 做了恶事 天主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犯了罪 天主 求你给我 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在我五类 注入坚强的精神 求你不要驱逐我 疏远我 不要从我身上 剥夺你的圣神 天主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犯了罪 求你再赐我得救的喜乐 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 上主 求你开启我的唇舌 我要亲口赞颂你 天主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犯了罪 攻读圣保罗宗徒 至格林多人后书 弟兄们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天主借着我们 劝勉世人 我们代替基督 请求你们 与天主和好吧 因为他诚实 那不认识罪的 替我们成了罪 使我们在他内 成为天主的正义 我们这些 与天主合作的人 也劝你们 不要辜负天主的恩宠 因为经上说 在生的时候 我服务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帮助了你 看啊 现在正是生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上主的圣言 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在人面前 行仁义 故意叫人看见 若是这样 你们在天父面前 就没有赏报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大吹大雷 如同伪君子 在会堂和街上 所做的一样 以博取人们的称赞 我是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 他们的赏报 你施舍时 不要叫左手之道 右手所做的 使你的施舍 银而不露 这样 你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祈祷时 不要如同伪君子一样 爱在会堂和狮子街头 站着祈祷 为了引人注意 我是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 你们祈祷的时候 要进入内室 关上门 向在暗中的父祈祷 你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们近时的时候 不要像伪君子那样 面在愁容 他们苦丧着脸 叫人看出 他们在近时 我是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 可是你近时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近时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是圣徽礼 是我们教会四旬期的开始 我们知道四旬期就是一段 刻苦补熟 守斋 祈祷的时期 使我们共同准备自己的心灵 期待着耶稣基督 受苦受难复活的这么一个时期 也是一个希望的时期 所以关于斋戒 伊萨伊亚先知这样说 我所忠义的斋戒 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 废除恶上的绳索 失受压迫者或的自由 斩断所有的恶吗 岂不是要人将十两分给饥饿的人 将无底容身的贫穷人 领到自己的屋里 见到尸身露体的人 给他衣服 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 这就是伊萨伊亚先知 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斋戒 真正的斋戒 不单单是说 打一次不吃饭 不单单是说 让我们少吃一点好东西 更主要的是 让我们去帮助穷人 去帮助受逼迫的人 那么悔改是什么 伊萨伊亚先知告诉我们说 罪人要离开自己的行径 恶人该抛弃自己的思念 来归服上主 一个是外在的行径 外在的行为 一个是内在的思念 就是内心的心灵 所以来皈依上主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那么悔改就是一个方向的转变 原来我们是背对着天主 背对着天主的法律 背对着天主的要求 现在我们要180度的转身 归向天主 而且悔改也是身疲苦衣 头上撒灰 作不输 所以在这四旬期的开始 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头上领圣灰 就是这个意思 头上撒灰 表示我们的忏悔 我们悔改的话 首先我们要知道知罪 首先我们要知罪 那么拿出天主的实戒 来一对着我们自己 发现我们是一个大罪人 那么拿出天 也说讲的山中圣训 那么真父巴登 一对着我们自己 就更感觉我们是 误会不堪的大罪人 所以圣经上说 人人都犯了罪 都溃缺了天主的光荣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个罪人 而且我们也应该知道 罪恶的严重性 那么是善事实人死吗 绝对不是 而是罪恶 罪恶为显示罪恶的本性 即着善事为我们产生了死亡 以至罪恶 即着界面出了极端的雄恶 所以这个罪恶的严重性是什么 有些人就认为 哎呀我犯一个罪 好像没什么似的 其实罪恶的严重性 就是使你死啊 不是使你的肉身死 而是使你的灵魂死亡 那就是他的严重的后果呀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要离弃罪恶 归向基督啊 所以说罪人 以撒依亚说 罪人也离开自己的行径 恶人抛弃自己的思念 归附上主 好让上主怜悯他 来归附我们的天主巴 因为他是赋予仁慈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要有一个悔改 特别在这四水期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要在理质上 认罪知罪 那么在情感上 真正的痛恢 常伴随着无法抗拒的忧伤啊 还有在意志上 悔改包括方向的转变 意志的改变 那么悔改不单是心意的 新的一个改变 更是一个决心啊 就是弃恶 从善的一个决心 所以真正的悔改 必定会有行为的改变 那么就结出 相称的果实吧 所以当我们悔改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啊 应该怎么做呢 保禄总统告诉我们说 弟兄们 伪天主的人词 请求你们 献上你们的身体 到的生活 圣经和乐乐天主的祭品 就是把整个我们的生命 献给天主啊 还有我们在福音中 今天也听到 耶稣讲了很多次的说 让你暗中的父看 无论是守斋 无论你是刻苦补书 无论你是斋戒 都是后面加一个条件 说让你暗中的父看见 父在暗中看见 必会报答你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守斋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 哎呀 平时早晨不吃饭 也不感觉得饿 今天生回礼仪呢 守了一个斋 怎么饿得浑身嘚瑟呢 你说这句话 貌似一个玩笑话 但是你就是告诉周围的人 你看我今天有守斋啊 耶稣却说 当你守斋的时候啊 不要让人知道啊 要让暗中的父看到啊 你在行圣的时候 不要让万人知道啊 要让暗中的父看到啊 你在祈祷的时候 不要让人看到 而要让暗中的父看到啊 你在近视的时候 不要让人看到 而要让暗中的父看到啊 耶稣多次提到 暗中暗中暗中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我们有通过这个摄像头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暗中了 你看我们圣堂装有摄像头 那么呢 我在我的办公室的话呢 一看 看到圣堂来了多少人 谁又来谁没来 清清楚楚 我们是高清的 然后看的就清清楚楚 但是你们呢 这里的教育就看不到我 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在暗处 你们在明处 通过这摄像头 都可以看到你们 只要进入我们的圣堂范围之内 都可以看到你们的 所以这就是啊 在暗处 你看不到 天父就是这样 他在暗处 在天上 他看这世界啊 一放大这世界 哇 一放大到了加拿大了 一放大到多伦多了 一放大到了我们加玛圣母堂了 一看就看见你 哦 你在这里在祈祷 你在这里 你家里在进食 他一看 进入你家的房间 他一放大 跟手机一放大一样 一看 进入你家的房间 看你在那里祈祷 所以 也就说啊 这样子人有福了 这样的人 必蒙受天主的祝福啊 天父在暗处看到 必要祝福你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教友来讲 我们行善 我们做善事 我们进食 我们都要 让暗中的父来看到 我们第一 我们悔改 是内心的转变 我们做外伙的善事 要隐而不露 不要像那个伪君子 就是那个法利赛人 精神们的样子 为了让人前 显示他们的异形啊 那样啊 也就说 他们已经得到 他们赏报了 得到别人 给他们的夸张了 而我们呢 要让暗中的父看到 所以在这个 四十年纪的开始 教会提醒我们两点 第一是要用悔改 第二是 给暗中的父看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即将在我们头上 撒上灰 表示忏悔 让我们恳求天主 降伏这些灰烬 赐予我们丰厚的恩材 天主 你不愿意罪人丧亡 而要他回头改过 求你大发慈悲 抚听我们的祈祷 降伏即将撒在 我们头上的这些灰 使我们承认 我们原是灰土 将来还要归于灰土 借此神生意识 使我们能开始 擅守四损摘期 期望获得罪赦 效法你的圣子 度一个新生活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地主基督 阿蒙 人啊你要记住 你原来是灰土 将来还要归于灰土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主教导我们要时常祈祷 而这次四询摘期 我们尤其应该与基督 一起警醒 热诚向天父祈祷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恳求仁慈的天主 祝佑圣教会 使普世信众 都能效法主耶稣 靠守与天父亲爱的祈祷 多发千许多做刻苦补术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所有圣职人员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 在这四旬七类 能引领那些远离天主的教友 重新与天主和好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那些身心受压迫的人祈祷 求主使他们能在困苦中 参与仰望救主基督 得到心灵上的自由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我们谈曲的 每一位教友祈祷 求主使我们能在此四旬七类 参与悔改的精神 更新自己的生活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上主恳求你大法慈悲 吹示所有全心 投靠你的子民 福听我们的祈祷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十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牢固的果实 每面并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牢固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王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万善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在这四星期的开始 我们隆重地 向你献上礼品 恳求你使我们 借着忏悔和仁爱的行为 有助于我们 克制邪恶的欲念 洗净以往的罪过 还能虔诚地纪念 你圣子的蒙难 祂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先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诸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你主夫我们 每年要洗心革面 欢心地准备 愉悦节的庆典 使我们能切实奉行 祈祷和仁爱的工作 领受重生的圣事 获得你无比的恩宠 成为你钟爱的子女 因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额来的 丹寿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舍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的底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 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 和尔为义 上主 求你垂念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 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 甚至人员 都在爱的中日 去完善 求你垂念 回到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 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 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 天主之母 同贞荣父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 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敌天主圣父 一切忠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 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执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担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向平安 更求你大法 自卑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 终活的安全 使我们 且成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 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 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眠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眠世罪者 蒙昭来夫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昼夜 默想上主法令的 彼岸时结果 请看天主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但愿我们借所领的圣事 获得改过前山的力量 就祢圣化我们的斋戒 使祂有效地治愈我们的心灵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